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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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期vlog会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啥呢 因为今天是吧 我回到了之前我之前住的地方 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 之前我去换过很多住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我专门拍个vlog 介绍这个之前就是我住这里 我在这个地方就被大家剪辑了 大概得有七八十部影片 就在这个桌子上 包括这一个房间 从我一开始有鞋墙 到后来我把很多鞋卖了 包括后来很多很多开鞋店的鞋八道 很多事我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做的 所以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房间 然后在后来接下来三个两个月之后 我会把这个房间退掉 今天这次回来也是慢慢的 要把这个房间整理一下 也是有很多不舍 因为有很多回忆在里面 然后今天现在因为回到这里面 先回到小镇村庄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吧 先去打个球 是吧 我们先去打个球 差不多这样 Let's go 这个叫什么 每次啊 我们现在vlog的一开始都要做这个吃播 这次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东北菜 它叫东北小厨 然后地点是在这个大部旁边 然后基本上每次我都点它最拿手的菜 所以这次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我个人心目中我觉得是GTA地区 呃这不好意思啊 这个这里已经不算GTA的 我觉得就是啊 多伦多附近两百公里 包括多伦多境内 我觉得是最好吃的东北菜 大家如果你们有有空啊 如果你们如果来假设 住这赌场玩 可以去St.Castorne的Downtown 去吃一下这家饭店 我觉得相当好吃 所以我们 Let's go 我们已经点完菜了 吃 首先一个Dekko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的招牌菜 辣子鸡 肉末茄子 酸菜白肉锅 加上一个土豆 孜然土豆片炒肉 还有麻辣拌 然后两碗米饭 行 今天随便吃一点 来给大家看一下 酸菜白肉锅 DAM 香到爆 这个麻辣拌 这个麻辣拌 里面全是芝麻酱 还有麻辣糖 对 辣子鸡 土豆片炒肉 肉末茄子 麻烟 土豆片炒肉 我很喜欢吃它土豆片的 是它土豆片里放自然 你知道吧 就很下饭 哇 香了 酸菜白肉锅 搞点酸菜 哇 很爽口啊 香啊 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东北菜啊 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吃里面算相当正宗了 口重啊 南方人很吃饭 好的 好 所以现在我们开在最难开的就是401 401 404上面 哎呦 这大家的雪就真的是那种 那雪线大着激起来 然后然后现在如果你没有雪胎的话 我觉得你就会在这边打转 幸好我这辆就现在这辆车是有雪胎的 所以 还算不错 但是我也不敢开的太快 但如果我如果现在我现在开的82 没呃 公里每小时 如果没有雪胎的话 我估计只能开个4050多花 所以 真的是可贴雪胎的重要性 你们可以看这个路上 真的很夸张 大家都开的比较慢 然后最左边两根道都没有人去 是因为 已经被雪盖满了 所以 是吧 加拿大冬天就是这么可怕 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今天 来教大家怎么在宜家 用宜家的家具装出一个比较 简约的那种 北欧解约风的那种模式 因为 我楼上有个studio嘛 然后 前几天的房型大家也看 然后现在就出发去宜家 找一找家具 因为我已经有些选择了 找一找家具 然后 装修一下 我们预算是一千刀之内 看能不能装出一个比较好的studio 所以Let's go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宜家 我们准备去逛一下 看今天的严重的坐驾 Escalade Let's go 我们刚刚说了今天 今天就是准备一千刀以内 买一些比较实用的家具 然后我选了一些 因为宜家最近出了一个板布的系列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那个工作室的 然后 取完家具我们准备去吃个日料 Let's go 今天这个碗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Escalade 可以摆着 或里面放东西 拿一下 10 多少钱 16块9.9 这是其实可以的 但是它太低了 大家可以看 太低了这个 它这个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 就那种 也不用说所有家具 你看所有家具 都蛮贵的 宜家有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可以买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像这种小的Escalade 我觉得这个架子还可以 其实这架子不错 但我们买架子 这可以 这不错 太激动了 这个是我之前家里放这个 之前家里放首饰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 不推荐大家买 不好用 容易掉漆这里 如果摆着看还可以 但是上面放东西都不推荐 架子我没有看过 然后这是一个系列的 这个系列架子 但是是高的 这个可以 价格也不会很高 89块 9好9 我一直要看到那个架子 这个架子 准备买这个架子 139 现在多少钱 一共不到200块钱 花了的 这个架子 可以摆鞋摆任何东西 可以 架子29块多 可以放bear break 之类的一些东西 400 或200 100的放这里 还打折 这个灯就不错 很有那个感觉 可以买一下70块这个灯 配刚刚那个桌子 那office 昆底加上非常OG的 Chicago Nike that 酷子 帅 所以今天IKEA的结束了 好 我买了 1600 1600左右买了大概 大概 我感觉 舅舅里头应该都买完了 好 最后是吧 我要吃一个一家肉 老大好 所以我们今天 结束了 花了好像有点略微的超标 因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 1000刀之内 解决一个比较好的一个studio 但最后好像花了1500 但是我们1500里 是有包括了 大概三四百的那种 家里其他地方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 讲道理 还算完成任务 然后等就等周五 这个家具叠入了之后 装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整体的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日料 一天没吃东西 对我刚摔着狗 但还是很饿 很香 又是雪天 我吐了 天天下雪 大好的 我们怎么说呢 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这个雪 我觉得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无语 大家应该上游了 我那个雪是多么的严重 哎呦 我的天 然后 哎呀 今天我怎么计划 今天我们这个 哎呦 全是雪 我们到了 店里到了一些 Bear Bricks 今天给大家这个 开箱一些几个 我觉得 我这次这次订的几个 比较好看的 Bear Bricks Set 还蛮推荐大家买 性价比 还不错啊 还是可以的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一视频 彻底首先就要把它打开 要吹冰 打开了这冰 Crazy 很有意思一点是 因为之前 我总是开 大家应该靠我身边看了久的话 我之前基本上 所有车都是涡轮的 除了第一辆克尔维特是自吸的 但后来我再也没有开到自吸车 而且现在自吸车越来越少 我其实个人是挺喜欢自吸车的车 然后这次能开这个 自吸的帕尔美拉GDS 还是挺舒服的那种 点油就走的那种感觉 哎真的是跟涡轮那种 有一点点的延迟在 轰一下子突然推出来的感觉 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 哎我还是蛮喜欢自吸车的 包括有鱼说鱼啊 就知道很多人就喜欢买新款的 所有车都要买新款 但是我觉得 不一定新款的 就个人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嘛 就是对于每个 对于 但只要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说 一个是注意 注意同于新款的人 也不是说价钱的问题 只是因为 我觉得这一款 没有改款之前 帕尔美拉那个中控 是我觉得做的 还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非常非常符合我口 符合我口味的 因为首先 这个挡霸 霸这个感觉 就包括为什么 我还是 我特别喜欢之前 我那张163 就是因为它那个AMG的小 现在的那些AMG 都是奔驰嘛 都是在这个 这里啊 这样 这样 然后 之前的AMG 都是在这里 会有一个挡霸 就棒一抠 棒一抠 然后它有那个 而它还有那个AMG 那个标志 就很很尊贵的感觉 但是现在就是 现在随着科技越来越发展 现在把这些东西 我觉得 现在蛮 我个人觉得蛮经典的东西 它都给去掉了 所以 我 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一代的帕尔美拉 这个中控 真的是我觉得 很符合我的口味 不扯这么多了 我们现在 往店里去了 Let's go 大家好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店里 首先我真的是要吐槽 多伦多这个天气 最近真的是太恶心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个Vlog之前 我已经不止两到三次 跟大家说过多伦多这个天气 真的是 你买了个四驱车 你都要装雪台 不装雪台就滑了一笔 这长话段说 所以 我们今天这个Vlog 后半段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最近买的这个 两个 我觉得性价比 还比较不错的Bear Brick 很多人都会吐槽说 比如Bear Brick 它就是一些塑料 没有什么文化 就是完全就是圈钱 其实 这么说 它每个东西的存在 都每个东西存在的意义 就是 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 我会买Bear Brick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摆着 很有潮流气息 然后呢 虽然说是比如说 这跟这联名 比如说BAP跟 跟什么Neighborhood联名 反正就是各种大牌联名 怎么说呢 就是 比如说 买自己心爱牌子的Bear Brick 放在家里 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是你买这个1000的 或者是 买400的 这种Bear Brick 放在桌子上 都有一种很潮流的感觉 就是 我觉得就是在 给生活的增加一些细节 潮流的细节 所以 这是为什么我会买 Bear Brick的原因 然后 这次我从日本订了两个 这个不二家跟 藤原浩 这个便利店联名的 这个Bear Brick 一直是黑色的 一直是彩色的 所以可以看这个盒子 其实盒子还是非常高级的 我觉得 这个前面就是黑色盒子 然后这个有Bear Brick的样子 后面是这个背面 所以这就是这个外观的介绍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一下 哎呦 我觉得其实买400的 就是我这么给大家推荐 如果你想在客厅里面 放那种Bear Brick 我建议你买1000的 但是如果你想 比如说在自己的studio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或桌上 或者说那种 甚至于 比如说你有个架子 放Bear Brick的话 我觉得你买400比较好 这次呢出的是400跟100的套装 所以这是第一支 就是摸起来 感觉很有那种 反正感觉质量挺好的 然后大家也知道 Brack 其实这个系列 也是Bear Brick是一个 比较畅销的一个系列 之前我也买过1000的Brack 所以卖了 不过是吧 这个这次最最最最 最要说的就是这个闪电的这个标 我们买这个 买Brack 这次联名 腾南号联名买了什么 就是买这个标 你要这个标 这个东西就200块钱 有了这个标 这个东西就得500块钱 所以是吧 小张一盖 什么 怎么说来的 小张一盖 小张一盖 疯狂割菜 哎呀 可以可以 我们盖张网友回来了 哎呀 这个是吧 盖了个大的之后 再盖个小的 小张一盖 哎呀 疯狂割菜 是吧 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东西摆在这里 我看比如 我如果你们 就建议你们怎么摆在家里面 不要只是这样摆 我建议你们把盒子 盒子 Bare Bricks 尤其是我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 国内有很多人做假的Bare Bricks 我也知道有些人 有些人做的工艺就很好了 怎么区别真的和假的 就它有盒子 所以你们买Bare Bricks的话 无论都有钱 盒子一定要留着 大家看我们所有Bare Bricks盒子都是留着的 摆的话这样摆 这个东西放在后面 如果你有一个小closet 这样摆 会好一些 就是无论 无论是到时候它会涨价 或者说你一直不卖它 我觉得作为一个收藏品来说 你无论包装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都要留着 它是算一个收藏 所以这是我推荐大家是这样摆 这是第一个是彩色的 然后后来它们之后呢 它这是一套 还有一个黑白的 我其实个人更喜欢这一只 因为我觉得这一只会比较 怎么说呢 看起来高级一些 是吧 其实长的都是没啥区别的 就感觉 感觉呢 就是这个是那种活着的 这个是死了的 这个你看 给大家看 这是趣事版本 黑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挺高级的 我个人来说 个人喜好来说 比较喜欢这一个 因为 就是感 就是感觉放起来 是吧 很有那种 信 大家可以看 放到我们这个小桌子上 哎呀 这很有信冷淡 信冷淡这种感觉 工业风是吧 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设计 就是像唐阳浩的 自己的超流商店 加上博二家的联名 然后立了一个章 这就是这次 这次这个Bear Bricks的 这个 所谓整体的一个设计吧 然后它还有一个小的这个 就是400跟100套装 但是我真的想吐槽一下 大家你不觉得这个小的长得很weird吗 这个脸很长 你知道吗 你看这做的很鸡贼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大的做的很有神 但小的做的就 我不是特别喜欢小的 我知道小的像这种 一百分之一百的 国内有卖那种 比如说它 比如说有一个盒子 他们会自己定制一个盒子 里面放50只小的 这样吧 小的其实我觉得 要不是说这个是一套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买一百的 百分之一百的Bear Bricks 因为我觉得很low 所以这一只 这两只Bear Bricks 是我最近的一个pick up 到时候我会放在我的新家里 包括这次vlog 其实之前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去IKEA买的一些东西嘛 其实这次想装的风格 是比较简约的嘛 买的都是那种 IKEA最近出版部系列 就是那种木头啊 都是大木 都是那种比较干净的那种感觉 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次vlog 给大家看了 也有吃播 也有逛街 还最后给大家开箱了一个潮流玩具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视频的话 来点所有channel 然后Instagram 微博 店里的Instagram 店里的微信 差不多这些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基本上就是 开车装家具了 我们明天IKEA Delivery就到了 我们明天就要去装家具了 都去装家具啊 装家具都得去装家具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